哈囉大家好 我是摩 很高興再次與大家見面 這一場為您帶來的是大都會 OK 那我的對手是 幻月蛇沙 他是神族 我是隨機選到的也是神族 那這一場呢是 我從這個 以往的經驗吸取的 這個好打法 神對神可以這樣打打看 如果你一直對神對神 要先出不朽還是要先出巨像或者是 走鳳凰探測眼睛 太多種 戰術走法 你可以試試看這種最單純的走法 尤其是 對方開局是走完全 標準神族科技路線 就是BB 接下來下BG 法師 BY 到BY之前他都不做兵的人 一定會被這個戰術打敗 好不信我們來看看喔 那這個幻月蛇沙他是一個 鑽石12名的玩家 我現在大概在40名左右 今天好不容易把那個 積分打上了600 我最慘淡的時候是380 呵呵呵呵 那一陣子真的是 非常痛苦 那現在 這個系統很會排啊 他都排 如果你連贏的話他就會排幾場這個 鑽石前20的愛跟你打 所以現在 沒有精神我是不大敢打1對1的 因為很 只要一個錯誤就會輸 那 那 對付神族這種高科技路線 應該是高科技準備路線 就是做 只做 兵營 那初期就BG 你要在 這個 對你要在 滿人口之前下第2個BG 讓對方知道也沒有關係 你看他現在的反應是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看到人家雙BG我也不怕 反正我就封門嘛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我就把門封住 一隻Z打的你能跟我打多久 不過最後我是3 就是這個戰術是3BG在產Z打的 然後再把超時攻加速全部放在這個 兵營上面 錢不會不夠用 剛剛好 甚至還會多 你看他現在封門了 把BI放下去 然後呢 補BP 瓦斯 雙方的 農民數量呢 我還領先他兩隻 因為他必須 把這個錢存起來蓋這個 BY啊 水晶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現在已經有雙兵營 不停的在產Z打的 那這戰術最重要就是 你要注意 不能卡 人口 你一卡人口 對方可能 封門封住 後面有3隻 那個墜裂 你就 打不進去了 好現在 兵營下第3個 什麼時候下第3個兵營 就是你這個雙BG DZ可以不停造 錢還多 那你就是代表 你的人口數 已經足夠了 你的探測機 提供的錢已經足夠了 好我們第1隻馬上就要接戰 那這個戰術呢 一定是把超時攻加速留在這個 新核 這個 研發空間之門上面 百分之百 那現在他補了一個 他還甚至他還放VC耶 你看 他這種打法喔 就是先把科技研發起來 那這一隻 在他護盾爆之前 就應該拉走 這樣有點太慢了 好第2隻馬上就來接戰 然後 3個兵營的 Rally Point的 直接射在這邊 好 退退退 沒退喔 這次應該退讓新的過來打 這會僵死一段時間 我們來看他現在的反應 卡人口 好水晶來了 加速出來 出追裂 不過他的ZDART已經全部被我割掉了 好我們看一下我們是三兵營 不停的造ZDART 不停的造 好這個戰術另外一個重點呢 就是 你在取得領先的局面 你要派1隻到2隻ZDART進去敲他的礦區 之前我也都擋得很漂亮 他的兵派來多少都被我清掉多少 可是我的LCV 我的探測機 一隻一隻的被他清掉 好你看現在 一個ZDART點追裂就可以了 然後兩個ZDART點狂戰 一隻追裂打不贏狂戰的 不用管他 派過去打這個礦區 同時 ZDART你看 像水一樣過來 這時候我們看他有什麼 在他們沒有辦法封出的情況之下呢 他是絕對不可能 這個 這個以兩個兵營造兵的速度來抵擋你這些純ZDART 公兵數量我已經打到21比12了 他被我清掉很多公兵 好那這個戰術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神對神這是一個好打法 只要對方是走這種科技的 他就很難跟你打 謝謝大家 哈囉大家好 這個場為您帶來的是 薩爾那家洞穴 一樣是PK戰 我的對手是 巴爾霍格 有一點這個夢幻的名字 我覺得蠻好聽的 他是神族 我是隨機選到了 蟲族 快展一下 這一場呢 這個 神對蟲 蟲對神 不外乎就是 包夾打法 蟲 一初期只能包夾 那這一場 播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要證明說 獨暴蟲打 打神真的是 不是什麼名字的決定 不過我也是看他瘋門的狀況 決定我要用獨寶蟲 等我第二次上去看 已經來不及了 我轉蟑螂已經太慢了 然後這一場我是 先 開二寶的打法 不過我被他拖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個也是我輸的一個 原因之一 我應該再叫一隻SCV來跟他玩 跟他玩 不應該回去 不過我就先做了BS 再拖下去就太慢了 這時候來到他家看 這個 BG 瓦斯 他要瘋了 搞出我就要去蓋二礦了 他很堅持的卡住我的位置 他手速應該蠻快的 欸這跟我差不多欸 BG啊控訴他 原來這時候我錢太多了 揍他揍他 然後這一場 我第二個失誤就是 我一直在玩這個 就忘記蓋瓦斯 所以我就下了兩個瓦斯 哎 狗速升太慢 升太慢 相對的我這場想要走獨暴蟲 也 獨暴得太慢了 現在空間之門 研發到一個程度啦 4BG 這就是 標準的那個神族4Gate打法 我也是都這樣打去多啦 如果對上 白金以下的對手 那怎麼看白金以下的對手 就是你要對戰的時候 這不是要藍條嗎 會顯示你 燒居 優勢 那你的對手 一定是那個鑽石底 或者是白金上 白金上鑽石底的對手 我選神族通常我都這樣玩 這時候我有大量的狗啦 以前我曾經用 純狗打贏神掛 那 這也是一個打法 所以我就想說 我這變化一下 加個毒爆 試試看效果 不過相當的悲劇 輸了VF 神族打 打蟲很容易出VF來加一攻 因為 ZR兩刀可以砍爆一隻狗 那時候第一次做包圍 包圍的不是很好 我們看重組包圍的效果有多好喔 我們來看一下 引用 引用 不過他的立場放得很好喔 變成我的狗 咬到他堆裂的時間很短 損失了一大堆 這時候叫了三隻 四隻 跑了 跑了 那這時候我就 再做毒爆了 看一下毒爆還打這些兵 打不掉啊 我的媽呀 這是個悲劇啊 這時候我毒爆不要做 應該全做狗 等他出來再醃一波 他會擋不住 就這些兵啊 毒爆 我把血條打開了 剛剛開太慢 好 結束 狗 怕 可以 他們就為了 暴力壩 其實效果還是有的 只是不是很高 剛剛毒爆蟲太少了 狗也太少了 狗也太少了 I have dogs I have dogs Oh no 快轉好了 這個神主準備塗我了 一攻 他研發什麼 他研發一防 Interesting 小水晶 這時候我還是想包圍 你看我搞得放兩隊 他應該會再補一波才打我 喔沒有 包圍了 包掉了 後面還有四隻 這是我做的其中一個錯誤決定 我想說他家應該沒冰啊 不過他很厲害 他卡了一隻 這麼大堆狗 打不死他這一隻 溜進去 因為他只要再叫一隻就可以了 然後我移動太慢了 他被他鎖住了 不過他家裡的 這個 送這一波冰來我已經擋不住了 甚至空間之輪他用得很好 反正空降一隻來 就擋住了 那這時候下的蟑螂 已經沒什麼用了 再下 因為我這個礦被打掉的時候 我忘記把這個 農夫拉回來家裡 造成我現在卡錢 單框還是有搞頭啦 只是 能不能抵擋這一波的差別而已 這時候這個RUN 放外面編號打2 編號打1 退 等一下想要來包一次看看 我想對方的兵其實已經非常多 而且他已經 站住了這個口 我包圍是沒有用的 效果相當有限 好 謝謝大家 毒暴蟲千萬不要用來打生豬阿 掰掰